大家好,我是新月 今天用鸡蛋来分享一个新做法 鸡蛋的表皮有很多脏东西和细菌 在吃鸡蛋以前一定要把外皮给它清洗干净 避免磕鸡蛋的时候有脏东西掉在碗里 把斑鸡蛋依次打入碗里面 加一勺食盐留个底味 先用筷子搅和搅和 天气冷了,鸡蛋也是有脾气的,要多搅一会儿 彻底把鸡蛋给它搅散搅匀,呈油线状就可以了 热锅不热油,舀两勺鸡蛋液 摇晃一下锅子,摊成一张大饼 煎制一分钟左右,鸡蛋饼就成型了 一共做了三张鸡蛋饼,先落在一块儿 热锅里喷点82年食用油 倒了一把花生米翻炒一下 全程用文明火来炒制花生米 当听到有噼里啪啦的爆皮声就可以了 倒在碗里面放凉 准备一根干净的黄瓜 用刀拍打几下,短成小块 这样的黄瓜会更加入味,先收在碗里 准备半个洋葱,先切成条 想办法切成小块 切好的洋葱抖散,收在碗里面 准备几把大蒜,切成厚厚的薄片 然后再用刀剁的碎一点 然后再用刀剁的碎一点 收在碗里 接下来处理一下鸡蛋饼 先切成宽条 然后打斜刀切成菱形块 也可以切成喜欢的形状 切好以后用手抖散 收在盘子里 把切好的配菜全部加进来 黄瓜,花生米和洋葱块 最后把切好的蒜末放上来 减上两个干辣椒,增香增辣 撒上一把黑黑的白芝麻 倒入60克滚烫的乐油给它烫一下 哇油一波那个香味就全出来了 加入两勺老陈醋 一勺白醋 三勺的生抽酱油 少许的蚝油提鲜 一勺中鱼尺油 半勺芝麻油 三勺食盐调味 最后用筷子搅和均匀 让菜均匀地沾上料汁 拌匀以后我们装在盘子里 快过年了 餐桌上少不了大鱼大漏 在天上这盘爽口的小菜 咖啡又好吃 吃上去非常的清凉爽口 解油腻 鸡蛋的口感呢 要比炒的好吃多了 里面的黄瓜和洋葱 也是非常的入味 花生米吃进嘴里呢 还是脆脆的 非常的好吃下饭 做法也是非常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无论你怎么吃都好吃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家常美食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个赞哦 辛苦一下 我是新月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